歡迎鄉親回來大中華新聞的現場 好 新聞介紹來看 這前一陣子在東風所發生的一場大會 消失六位蕭鳳兄弟 也讓再來蕭鳳隊員的設備輸球 是中心受到國界的中心 因此六港天休宮 到來完全十週的空氣呼吸器 以及兩台四輪傳動救難裝備車 給中華館蕭鳳救 以及這個中華館的救難協會 官長委員會說 為此也親自出席 感謝六港天休宮的愛心 當時也強調 未來這幾年 一定會很專力加強救災設備的台灣 小鳳隊員在那會 中出生立世 常常會去尋找瑞士館頭 為了要來強化小鳳氣宅設備 六港天休宮是買兩台四輪傳動裝備車 給中華館叫我們夾過的第三中隊 如果買十週的SCBA空氣呼吸器 送給中華館消風車 對著我們中華館民盡量就是 讓他們無災無難 但是如果遇到 就我到處時速上 達到最快的方式 給他們搶救起來 國廠最危險就是煙嘛 我們需要帶穿著這個裝備 來確保消防人員救災的安全 因為要救人 我們畢竟自己安全也是很重要的 這套的裝備它就是相對上 比之前的鋼品就是還要輕 所以對我們消防人員的負擔會比較輕 所以我們在救災的時候 有更多的體力去做更多的工作 中華館長為民國也清新來到現場 感謝六港天祥宮 發揮媽祖救口救藍的精神 讓救藍人員 有了這部的新器材設備 可以在這裡緊緊的失職 請求民主 兩部警備車 兩部警備車將近四百萬 那也兼了十部的空氣呼吸器 這樣的一個警備車跟空氣呼吸器 投入救難 對我們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的保障 會有很大的幫助 那也對我們消防隊員 以及救難人員這樣裝備的一個投入 讓我們的救災更有效益 六港天祥宮也希望 關鍵消防物資是一個幫助應用的大礙 希望未來有更多的團體 關心社會公約 政府機關也來變得以上 維修消防救災的承擾 大眾話新聞 林冠英六港財方報道